吃飯當然要快 肚餓 今天又叫外賣 叫上海野 這個是老爺 上海粗炒麵 胡蘿蔔肉 麻婆豆腐 這是雞絲粉皮 兩面黃 炒麵糊 炒麵糊 不要忘了 小籠包 我們今天四個吃 小籠包有醋 老爺又加了餐 叉燒多美 這裡買了90元 這個就是水餃 是小籠外賣回來的 蠻漂亮的 現在晚上7.9 幾多食物 叫外賣好 等你煮 不然沒得吃 上海菜 好 起碼今天和小籠 Hidy一起 我們四個人都未超過這個限聚令 好 開槍 起床 好了 今天 兒子和Heidi 都來吃飯 好了 開餐 這些是兩面黃 我們先剪開 我先吃個小籠包 還燙一下 切開小籠包 裡面 都幾多汁 肉餡都幾漂亮 好 好 上海粗炸麵 水準 差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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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勉強合格 外賣 外賣 用這盒裝 比較差 這是麻婆豆腐 阿Heidi 正在吃 麻婆豆腐可以嗎 一點都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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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辣 味道好嗎 加兩個辣椒 好嗎 好像調味道 甜 一點 好 兒子就說 這個粗炸麵 是怎樣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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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夠濃 醬夠濃 好多雞燒 這個蝉虎是合作兩面 味道可不可以 這個蕉虎是夠味的 所以覺得蝉虎混合這個粗炒食 真相符 反而用蝉虎混合這個粗炒 這3款創作雞蛋 這三款肉飯應該屬於較濃 但是預期中是淡 纜鵝豆腐並不是陋 很淡 這是雞絲粉皮 小籠包真的不錯 吃叉燒 麻婆豆腐 不好吃 這是兩面黃 不夠脆 很久了 盒子被封實 焗軟 焗軟 炒蒜糊的鮮 真的不錯 反而他們說 兒子買了這個餃子 好吃 兒子買了韭菜餃子 餡料好像挺有肉質 他們說挺好吃 我也很喜歡 我吃過 我試試這個雞絲粉皮 雞絲粉皮 很爽口 吃醬 味道 麻油 麻醬 麻醬 和花生醬味 大家都認同 男朋友 很棒 多餓 餓了也要吃 有吃過給他們好的食物 但又不是不吃不下 有7折 差不多 有七折就OK 我調味都七折了 調味都七折 價錢都七折 不過我覺得調味份量 OK 我們四個人 我覺得他性格比可以接受 你不會覺得虧了 死吧,因為價錢吃不到 有性格要四分 確實質素 有一個醫生 開了一條方向給我們 說怎樣去試 有沒有中感染肺炎病毒 第一 首先你有臭角 如果沒有了就沒有了 就嗅嗅啤酒 嗅到啤酒味就OK 那臭角沒有問題 沒有感染 秋角和味覺 試試 都喝了出來 啤酒味 味覺都沒有失去 我應該沒有感染了 現在唯有 舉杯腰明月 對影成三人 我喜歡吃這些 這些辣椒完全不辣 油膩都不辣 椰菜 配梅鍋肉的醬汁 真的很好吃 他們吃了蒜糊 其實還剩下蒜 即是說這碗蒜糊 蒜糊也不少 老爺 這餐都好 上一餐 上一餐我們吃 烤家咖啡的家 真是很麻煩 烤家咖啡 餐廳如其名 Poker 上次也是300多元 今次也是300多元 老實說 我去他那裡 現場吃又沒那麼差 你試過現場吃嗎 是 可能在現場吃的時候 真的不好 客人會直接反應 那廚師當然是用點心 當然買出去 出了街 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彩你也有味 所以外賣 永遠是 你怎麼投訴 如果我在餐廳吃 說不妥 拍桌 叫廚師出來 那他怕 當然我也怕 因為他可能拿著刀出來 這一餐都是300多元 還有20元的運費 所以都很划 說個公道說話 這樣的價錢 這樣的份量 這樣的質素 就不要要求過高了 應該要收貨了 外賣來說 算是這樣的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訂閱是不用錢的